起立针 然后在这个里面再勾一个短针出来 把这个记号扣先取下 然后在这一个针目里面 勾一个短针出来 把这两个线带着一起藏掉 放在这个勾针的上面 好拉出 直接勾一个短针 然后把记号扣扣到这个短针的针目上 这两个线再拉紧一点 稍稍带一下拉一下 下面我们继续勾短针 这一个鞋带在另外一边 在这个地方勾 所以我们这边就全部都勾短针就好了 最后一圈勾短针 用这个蓝色的线 这个线都放在这个上面 然后进行把它压线压掉 这一个勾针已经用不到了 直接取下就可以 因为我们那个主体的话 之前就是上面录的那个主体的视频 它全都是用一个色勾的 斜口就是最后一圈也是用的这个主体的色 然后我们这个小黄人的这个 就是主体的最后一圈是要换线的 所以我这边就单独的跟大家讲解一下怎么换线 就换个线的以后